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将骨头晒干之后 研磨成粉 鸡骨鱼骨都可以 也可以上网购买骨粉和臂麻籽 取五颗的臂麻籽捣碎 然后再取五颗的骨粉 将两者掺合在一起 然后将混合物埋进盆土里面 每三个月给茉莉花试一次即可 臂麻籽里面营养丰富 它是一种还效营养肥 捣碎之后更容易被吸收 和骨粉掺合在一起 肥效更长 而且营养更充足 不用再试其他的肥料 茉莉花轻轻松松就能开花爆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